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件事如此轻易被国际反兴奉机构放过 纽约时报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 还有三个月时间公布了调查报告 揭露这一事件被隐瞒三年之久 中国方面周一则反驳这一信息具有误导性与事实不符 世界反兴奉机构负责人 周一再次指责质疑中国的说法 缺乏任何可信证据 纽约时报二世披露了一些细节 在2021年年初那次比赛中 23名游泳选手被查出了 禁药取美他情 这种药从2014年起被列为禁药 理由是它能改善人体血液循环 俄罗斯花华运动员卡米拉瓦利叶瓦 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也被查出使用了同样的药物 国际体育法院最终裁定禁止其四年内不得参加国际比赛 为什么中国运动员单单能够置身事外 在上书23名中国勇将中 13人后来参加了东京夏奥会 三人夺得金牌 分别是张宇飞 汪顺 杨俊轩 法清社报道说 23人要检杨姓后 中国安全部介入调查 2021年3月 中国反兴奉纪中兴 在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 游泳运动员下榻酒店的厨房中 检测出取美他情 食品遭到污染 游泳用动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摄入了少量的伪净物质 官方的正式说法是 涉事用动员无过错 无疏忽 不构成兴奋剂违规 周一 几位反兴奋机构的负责人 解释了可能出现污染的原因 这些游泳用动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凶运族 他们都住在同一家酒店 对腾云中物质的检测结果 阳性和阴性起伏不定 而且只有微量的浓度 根据世界反兴奉纪机构的说法 这排除了故意摄入或微量摄入 尽要的可能性 世界反兴奉机构周六解释说 2020年6月接到了中方通知 由于新冠大流行导致的健康限制 该机构无法派调查人员前往中国 但咨询了独立专家 并收集了有关取美他情的更多的科学信息 该机构称 在咨询独立专家 以检验取美他情的来源后 无法反驳受污染的可能性 同样 国际游泳联合会周一告诉发行社 他已仔细审查了阳性结果 并请来了独立的专家做了审核 自从纽约时报报道发表后 颇受指责的世界反兴奉纪组织主席 维托尔德·班卡周一再次表示 相信环境污染的说法 用动员无辜 非故意使用兴奉纪 不存在偷偷放行 这位全球反兴奉纪老板表示 如果我们必须重新处理这事件 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班卡还不点名抨击 某些批评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 班卡明显针对的是 美国反兴奉纪机构首席执行官 拉维斯·泰格特 泰格特此前指责世界反兴奉纪组织 与北京串通隐瞒中国勇将阳性事件 稍早些时候 世界反兴奉纪组织情报和调查部主任 金特·杨格表示 该组织已认真调查了 与这起事件有关的每条线索 和每个调查方向 他表示 我们掌握的资料清楚显示 没有人试图隐瞒阳性检测结果 因为他们是中国官方 以惯常的方式上报的 但是围绕23名勇将检测的沉默 和对污染说法的信任 与对瓦利叶娃事件的处理 形成了鲜明对比 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几周 这位年轻的花华运动员被检测出阳性 他提出了几种可能的污染源 包括由他祖父准备 并用曲美他情处理过的草莓甜点 在世界反兴奋纪机构提出上诉后 他被竞赛四年 这一事件在世界反兴奋纪组织 与美国反兴奋纪机构之间 点起了战火 20日晚间 前者甚至发布新闻稿称 要对美国反兴奋纪机构 首席执行官泰格特 采取法律行动 指控其破坏世界反兴奋组织 保护全球各地 净化体育运动的工作 泰格特则反驳称 世界反兴奋纪组织屈服于威胁和恐吓战术 令人失望 他继续指责该组织未能暂时竞赛 取消成绩 并公布检测阳性结果 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疏失 据报道 世界反兴奋纪组织表示 已经将泰格特最近的言论 提交给其法律部门 世界反兴奋纪组织和中国反兴奋纪中心 还威胁要对报道 被他们称为误导性信息的新闻媒体 采取法律行动 法国反兴奋纪机构制裁委员会主席 雷米·凯勒周一对法先生说 当务之急是澄清这一新案例 以免怀疑的阴影笼罩比赛 他认为 世界反兴奋纪机构的态度最令人费解 因为世界反兴奋纪条例 规定应有检测呈阳性的运动员 来证明自己没有责任 宜云尚未驱散 巴黎奥运会将在三个月后开幕 中和全国游泳冠军赛4月19日 至27日在深圳大运中心游泳馆举行 赛事的成绩将作为巴黎奥运会选拔的依据之一 本次比赛将是中国队勇将们出征奥运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大赛 张宇飞 谭海洋 汪顺 叶诗文 许家瑜 潘展乐 李宾杰等名将都将参赛 听众朋友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文分析 感谢运力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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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